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行人 单车骑士 车辆等低成本扩展 百度Apollo选择以第五代低成本无人车的一铺开规模和以此带来的数据量优势 逐步打磨自身的核心能力 三 预测和反应能力 Vemo Driver能够及早预测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行为 并做出相应的反应以提高行车安全性 测试里程 截至今年三月 百度Apollo的自动驾驶测试里程超过2500万公里 显示出其在数据累积方面的努力 Vemo被认为技术更为成熟 能够在更复杂的开放道路环境中运行 萝卜快跑正在逐步扩大无人驾驶的场景和范围 但在技术成熟度上可能还有一定差距 感知系统 一 LiDAR Vemo使用LiDAR光探测和测距技术 能够绘制车辆周围的3D图像 LiDAR传感器分布在车辆周围 发送数百万个激光脉冲 并测量它们反射回来的时间 以确定物体的位置和距离 百度Apollo也使用LiDAR技术与Vemo类似 能够提供精确的3D环境感知 二 摄像头 Vemo的车辆配备了29个摄像头 提供360度的视野 这些摄像头具有高动态范围和热稳定性 能够在白天和低光条件下工作 识别交通信号灯施工区等 三 雷达 Vemo使用毫米波雷达来提供物体的距离和速度信息 尤其在于物合学等恶劣天气条件下有效 四 计算系统 Vemo的车载计算机结合了最新的服务器 即CPU和GPU 实施处理来自传感器的数据 规划安全的行车路线 虽然具体细节较少披露 但百度Apollo的车辆也配备了多种传感器 包括摄像头和雷达 用于环境感知和数据收集 数据处理和测试里程 一 测试里程 Vemo在2020年宣布其路式里程突破1000万英里 约1609万公里 并持续增加 截至2024年初 百度Apollo的自动驾驶测试里程超过2500万公里 显示出其在数据累积方面的努力 二 数据处理 Vemo通过大量的实际道路测试和模拟数据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数据 用于改进其自动驾驶技术 百度Apollo通过大规模部署低成本无人车 逐步打磨其核心技术 并利用大量的实际数据来改进其系统 自动驾驶级别 Vemo实现了L4级自动驾驶 Vemo Driver是完全自主的自动驾驶技术 从接客到目的地全程由系统控制 无需人类驾驶员干预 乘客可以坐在后座 不需要回开车 罗伯快跑目前主要在L4级自动驾驶方面 进行测试和商业化尝试 但在某些场景下可能仍需安全员监督 商业化进程 1.公开运营 Vemo在2020年于凤凰城推出全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 并逐步扩展至旧金山等地区 城市扩展 罗伯快跑已经在中国内地的11个大城市运行 如武汉并且完成了大量订单 2.车队规模 Vemo的车队规模较大 2020年在凤凰城有300到400辆测试车 并逐步增加 用户反应尽管存在一些运行问题 如速度慢和暴雨天停靠 但罗伯快跑的便利性和价格优势吸引了许多乘客 罗伯快跑已经在中国内地的11个大城市运营 如北京、武汉等并完成了大量订单 3.技术成熟度 Vemo在技术和配置上仍处于领先地位 并持续挑战更高性能的传感器和常委场景 安全性问题 罗伯快跑也面临一些安全性挑战 但通过限制最高时速等测试 未导致严重伤亡 4.低成本无人车 百度Apollo致力于开发低成本的无人驾驶车辆 以便更广泛的部署和收集数据 其第五代无人车成本大约为27500美元 是上一代的一半 结论 Vemo和罗伯快跑在自动驾驶技术和商业化进程上各有优势 Vemo在技术成熟度和车队规模上领先 而罗伯快跑则在中国市场的扩展和用户接受度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两者的竞争和合作前景将更加明朗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